各位朋友好,今天先来讲几条和香港818大游行相关的消息 第一条消息就是大陆网上流传着一个游行示威的动员令 一些大陆民众也在动员游行集会 表面上看他们的诉求正好和香港人的诉求相反 香港人是要求反对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 而大陆人的诉求是支持香港警察反对港独 集会游行的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包括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包括各省、市、县的党委机关 而动员的对象就包括了事业的工人、退伍的军人 大学生、P2P的受害者等等等等 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维权群体 所以现在中共应当也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个动员令表面上说诉求是什么 那不算诉的,只要老百姓一聚集起来 他们就有可能立刻提出新的诉求 这是一个非常不得民心的政府 他们非常害怕老百姓聚集 所以说希望所有的朋友 包括香港反送中的朋友 大家都来向大陆的民众发送这条消息 8月18号香港人民反警察反黑社会暴力 大陆人民支持警察反对港独,大家一起来 第二条消息就是8月18号这天 中共准备在香港制造一些血案 然后以此为借口大肆地逮捕香港勇武派的青年 这次行动是由中共的公安部长赵克志亲自指挥的 有几百名的国安特务要参与进来 中共的特警的精锐360多人 现在已经全部编入了速农小队要参与镇压 其他的香港警察部队也编进来了 大量的大陆的防暴警察 另外香港的一部分的黑社会也被他们动员起来了 尤其是福建帮的黑社会 所以说818大游行 我希望所有的爱香港的人大家都一起去 人越多越安全,也希望勇武派的年轻人 这次一定不要去包围港府机构或者是中联办 要和游行的大部队在一起 而且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一定不要去北角 福建帮黑社会极有可能在那里再一次进行暴力袭击 他们进行袭击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不反击那就会受到伤害 我们一反击那么就会遭到警察的镇压 所以说那里现在是一个大陷阱 对付他们的最佳的办法 那就是避开它,避开这个陷阱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意气用事 现在香港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战争 而不是武装斗争 那输出武力,中共它是占有优势的 而采用和平抗争的策略 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展现香港的民意 用互联网的这个社交平台来影响大陆的民众 然后用舆论攻势获得全世界的关注 我们就占优势 从表面上看,中共很强大 他们有庞大的经济资源 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的军队警察 从表面上看,香港很弱小 香港只有几百万人 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民众 但是从政治战的角度看 香港民众足以抗衡中共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香港人数虽然少 但是非常团结 这次反送中运动,香港人空前团结 泛民主派团结起来了 新生的年轻人 年轻一代反抗者也团结起来了 各个阶层都参与了 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参与了 可以说是香港万众一心,非常团结 而中共这边正好相反 现在有一些中共官员 现在已经离开北戴河了 关于这次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消息 也已经传到了北京的政治圈里面 中共高层在香港问题上面 已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 他们都坚决反对警队和警察进入香港 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大镇压 江泽民和曾庆红没有去北戴河 他们没表态 但是如果是习近平在香港进行镇压 他们为了趁机夺权 随时都有可能动员党内的势力 来公开的反对习近平 所以现在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受到很大的牵制 不仅仅是受到党内的牵制 他还受到了国际上的牵制 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现在都在向中共施加压力 尤其是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 他是不可能不管这件事情的 在过去的这几天 川普就连接发了好多条推文 都是在给习近平施加压力 四天以前川普的一条推文说 他的情报系统已经发现了 中共的军队在香港附近集结 他希望双方都能够克制 不要使用暴力 在三天之前他发了另外一条推文 他说习近平是伟大领袖 有能力人道的迅速的来结束这一场争论 表面上看他是在赞扬习近平 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告诫习近平 警告习近平 如果你不能够和平的解决香港的争端 那么你就要负全部的责任 这是免你长征 这个是笑你带刀 两天之前他又发了一条推文 说是习近平只有人道的解决香港的问题 然后才有可能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 这就是把贸易战和香港问题绑定在一起了 如果习近平武力镇压反送中 那么美国就会对中共实施全面的制裁 大幅度的要提高关税 还有在金融方面要整垮中共 在科技上要封锁中共 那么习近平怎么样才能够迅速的解决香港的问题呢 川普也已经给习近平想好了主意 他在昨天的推文当中就建议习近平跟香港的反对派见个面 大家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这是文明、法治、社会、政治人物解决重大争议的方式 多年以前习近平曾经想过要学习新加坡的治理模式 那他一定看过李光耀的传记 当年新加坡航空公司大罢工的时候 如果是让罢工维持下去 那么新加坡的经济会造成受到致命的打击 而李光耀这个时候他面对群情激愤的罢工者非常勇敢 他孤身一人去和他们谈判 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这场罢工给结束了 所以这是川普要习近平要他学习的 川普在牵制习近平 那美国的其他的重量级的这些政治人物也在向中共施压 比如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现在就在推动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那几周之内就有可能通过这个法案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 那中共和港府对香港市民进行武力镇压的话 那么负责的这个官员就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而且美国将会不再承认香港的这个特殊地位 香港就会被当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来对待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香港会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自由港的这种地位 意味着中共如果想毁灭香港的这个法治和人权 那么他们也将失去香港的这个庞大的经济利益 如果习近平伤心病狂 在香港制造六四大屠杀 另外一次六四大屠杀 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前两天也提醒中共了 说当年在北京的大屠杀已经让中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在香港的屠杀呀 那只会制造更大的压力 会让中共难以承受 因为香港的经济地位比北京重要多了 那现在中国的外资超过60%以上都是从香港进入的 如果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中共的经济将很快会崩溃 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五毛和愤青呢 不明白这个道理说香港只占中国经济的2% 香港垮了不会影响中国的经济 他们不知道啊这个2%那是非常关键的2% 没有他另外的98%活不下去 香港就像中国经济的这个咽喉部位 咽喉只占人体的极小的一部分 但是你如果是把咽喉割掉了 那这个人呢马上就会死 所以说香港人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很弱小 那香港和中共在政治战当中那是势均力敌 中共要想在香港进行屠杀 他们就会马上灭亡 如果他们向香港人让步 答应香港人的五点诉求 那他们可能还会多活一段时间 当然了中共它最后肯定还是会垮台的 所以说我希望呢 现在所有的这些民主同道 大家不要想着让香港和中共同归一郡 大陆的朋友不要这么想 因为那是不道德的 我们不应当盼望 牺牲香港来换取中国的民主 香港的民主派就更不要这样想 因为这个是不理智的 大家完全有能力 在保全香港的经济繁荣的同时 来保卫香港的人权 促进香港的民主 怎么样做呢 第一就是要在香港进行低烈度的持久战 不需要激烈的对抗 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能够赢 具体的内容我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 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点就是要在中共后院点火 几百万港人一起用互联网 用社交媒体来动员大陆的维权群体一起上街 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而且他们很难防备 那武力冲突 他们可以派兵来解决 大家都在家里面打电话上网 他们难道 中共难道能够把所有的香港人都抓进监狱吗 当然不可能 这一次处理反送中运动当中 中共犯了很多策略上的错误 首先他们就根本不该挑起这次运动 这是一个最大的中共的策略失误 第二点 他们也不应当动员黑社会来恐吓香港市民 这会让香港市民更加团结 而且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共更加的唾弃 那么第三点就是他们不应当提高警察的暴力程度 比如在地铁里面放吹泪弹 用布袋弹直接打眼睛 这在政治战当中都是非常愚蠢的办法 第四就是在这几个月 港府和中共居然都没有和反对派进行一场对话 甚至连一个对话的姿态都没有做出来 这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 这个政权处理危机的能力是相当相当的低的 处理危机的方式是相当相当的野蛮落后 非常令人鄙视的 所以说连川普现在都已经看不过去了 直接指点习近平 你应当去和香港的反对派直接对话 但是中共在有一个问题上面 他们做的相当到位 那就是在引导误导大陆的舆论方面 他们成功的舆论了绝大多数的大陆老百姓 在7月份之前 他们采取的这个策略是封锁消息的策略 中共官方媒体完全不报道 同时在互联网上面大规模的删帖 但是到了7月份 一部分反送中的信息通过广东辐射到大陆的其他地区 中共知道这个消息封锁不住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及时的转变了策略 把这个封锁改为去误导 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 把香港人的抗争污蔑为暴乱 把香港人的诉求说成是要搞独立 港独 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所以说现在大陆媒体上面互联网上面 到处都是愤青声讨港独的这种叫嚣 让人感觉到大陆老百姓 现在全部都在支持中共 全部都要镇压香港 破解中共的宣传攻势也不难 只要反送中运动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下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陆人会明白真相 现在香港的局势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尤其是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大陆人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运动持续的时间越长 大家讨论的越多 对虚假信息的这个判断力就会越强 就越不容易上当 大家一定要明白 谎言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而且这个时候呢 香港人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大陆的民众 向大陆民众传播真实的信息 动员大陆民众和香港人同一个时间来进行维权行动 只要大陆几个城市发生大规模的 同时发生大规模维权行动 那自然的就和香港反送中运动形成共振效应了 那就会激发出大陆老百姓积累了几十年的这种不满情绪 就会形成全民上街 全民起义的这种局面 所以说希望香港民众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到十一 中共会受到巨大打击 坚持到元旦春节 中共会非常非常恐慌 坚持到明年两会 中国极有可能就会出现破局的契机 也希望海内外的所有的华人大家一起来支持香港 为香港人呐喊助威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